哈囉,大家好,又回到Pokémon的炎之志 繼續劇情啦,繼續穿過這個森林去挑戰下一部分 OK 發現之前打小刺蛋那個劇情的屋旁邊也有另一間屋 我們來看看究竟是什麼屋 欸,為什麼是奇草? 喔,還沒放回位,OK 直接轉吧,應該沒問題了 啊?麻痺粉? OK的,我們可以快過去的 一陣子可以回回正常就可以了 貓,高特貓 噴火啦 嘩 嘩,厲害啊 力量寶石,嘩,其實我差點死 力量寶石其實理論上是一下秒都可以的 挑撥,OK,沒問題啦,10萬火可以 高速星星 這個高速星星也挺有趣的 不過是 比起正常官方版我更加 更加 更加次元 奇異草啊 總之 應該死的,這效義 OK,可以了 欸,奇異草都進化了 奇異草都 奇異草都 奇異草都進化了 這大學醒起來好像 小智那隻好像不是奇異花來的 小智那隻好像都是奇異草還是奇異種子 忘記了 好,不要緊 好,不要緊啦 這招好像... 沒什麼作用 這招 這招90攻,然後打所有 其實比這招厲害 但這招的雙打會打到自己有 算了,照學吧 哪有這麼多雙打 其實 好 嗯? 這個我覺得應該都是... 劇情來的 差點忘記了 先幫... 噴火龍回血蝎 啊,但沒什麼啊 沒解麵啊 不是解麻,又解麻 我記得了 哇,只有這麼少藥不行了 要快點買藥 要買多點藥 因為我們上次 我們上次找到一個這麼好的一個賺錢方法 好,現在就基本上不會缺錢了 好,來 先消費一下 我找到我要的東西了 拿著這個 枯葉船票有什麼用啊? 可以上船? 嗯...不知道有什麼用啊 上船 上船 可能遲些要搭船吧 不清楚啊 好 這個好像不用打都可以 它下面那條路是串...連貫的 欸,3D龍 為什麼它會寫3D龍O呢? 這個吧 順路光速 重技能吧 沒什麼特別傷害了 好 另一隻呢 是不是進化啊? 咦,一樣的啊 咦,為什麼它... 那隻不同名字呢? 難道它有特殊精靈? 我反而挺喜歡某些... Pokemon呢 它會有... 一些... 小小原創的重 真的可能有一點改動啊 剛才那隻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別的... 有特別不同呢? 比其他... 好,還有呢 也有觀眾留言說呢 它這個... 外耗者這個位置好像有得拿這個比加超的雷珠 噢,是電氣球 這個電氣球呢 就可以大幅提高比加超的實力 因為它可以... 強化你... 誠意 如果沒有裝這顆珠的話 其實就很廢的 比加超就... 好 敷業陣的船票是不是... 咦,有啊 噢,OK 那我們現在來到紅年島啦 直接遊... 這一格的敷業陣的郵輪 先去購物一下 買一買一些重要的東西先 可以買這個都可以啦 大把錢... 不夠錢啊 回去打艾爾宙斯那個什麼 這裡整夠20支 黃金噴霧 整夠20支 都是... 藥其實都可以買多一點啦 咦,不對啊 活力碎票好像沒有 買7個先 這個全部掃進去買 厲害雙藥 OK 搞定了 咦,這是什麼來的? 能量雙點? 咦,能量雙點是什麼? 哦,這些是練努力值的東西啊 這些是 挺特別的 我覺得這些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如果一開始有這個道具都不錯 老實說 就是有這個力量訓練的道具 以往的Pokemon就是把這個力量道具 改造是你要爆個機器之後 才去儲BP 也就是打一些什麼開拓區啊 或者對戰塔去儲BP 然後去換 那我覺得是有點太慢了 我反而覺得如果你在中後 中期打後開始 給大家提供 然後來練精靈 我覺得會有趣一點 雖然其實可數... 即那個叫什麼? 真的不是說很必要用到 但我覺得如果有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 對於訓練上來說 就接觸多一點 嗯 好 好 所以其實不錯 雖然現在已經第七個道具 投擇地球 噴火龍開航 聖命技能 訓練陣 這裡去哪裡 我這裡就進回這裡 OK 這個BGM是由潛水的BGM 是寶石版的潛水 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它是跟回原版的話 我就知道怎麼走的 這裡就直接跳下去吧 好像 是嗎? 咦? 不是嗎? HP增強 是嗎? 這裏是哪裏 我就是這裡 已經出來了 這裡就是那個出口 接著... 是不是要找下一把 咦? 這條路有點不一樣 還是要拿鎖匙 那裏拿鎖匙吧 這麼有趣 對於這裏 一個訓練假都沒什麼有 喔!打的! OK 小慈怪 又是麻煩的 堅硬特性精靈 咦?沒有啊 呃... 匹匹蛋 嘩! 幸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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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敵 差點要死 好 先消毒血 厲害傷羊 OK 這裡沒有的 真的... 咦?這個人? 好,你找到我 我猜你已經穿過那大廈 我會告訴你 讓你去道館 嗯?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看看再說一次 有很多研究人員 研究所謂精靈 啊!對呀! 我突然想起 我不是要去... 我不是要去那個... 拿茲市的大廈那裏嗎? 好像是呀 然後出來了 找雷刺可不可以跟他換去 嘩! 嘩! 雷電球 霹靈彈啊! 不用特地換 是嗎? 去捉都可以啦 雷電球 好,不說那麼多 馬上去... 搭船 啊! 紅蓮道館 這個就是紅蓮道館 這個我是... 傳送出來的 應該是... 夏伯 熱血猜迷大叔 使用火系 他們在水地岩石面前好陽 面對蟲草冰降很強 招式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嘩!寫得這麼詳細的 哦!這個東西... 有顯示筆啊這個 哦!所以是走這條路的 應該是... 但是左手邊不是有空嗎 哦!要推石嗎? 還有他有兩條路可以走 小火馬 沒問題啦,我們用飛行機去打 火焰漩窩 嘩!對面不斷用火焰漩窩 在這裡消耗我的血量 每一個訓練家在這裡 六尾,OK 好遺憾地的噴火龍都是沒有辦法一下子打死女神 果然的傷害真的不算太高 呃...護主圈 威嚇 喂! 胡主圈都打不死 OK 六尾... 其實也不算很難打 即是靠慢慢打 慢慢打打打打都會贏到的 可能這些位置就沒什麼太特別的 我都會飛過 我都會飛過 無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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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 到了,其實應該有兩條路給你選擇 所以我選了左手邊那條路 好,看看吧 所以打敗了大廈你真的有一手 那個地方實際上我們過去使用廢氣導管一部份 但我認為火山是一個更好的場所 大廈我想... 對,就是拿茲那邊那個 可能我跳過了 OK,三隻寵物 嘩,大奇爾花 嘩,懸黑喔 車利龜 如果有得進化就進化去吧 車利龜 三打三 九尾,一力遠出九尾了 有沒有方程 沒有方程 即是有機會引火 風氣斬 嘩,沒有中 竟然是這樣 95% OK,成功打到 嘩,對面比我快 果然那隻噴火我真的快快 嘩,這裡我又快快快 嘩 難道這裡難道要抽嗎 這麼奇怪 嘩,怎麼會有鐵甲暴龍呢 嘩,不行,鐵甲暴龍好像要先走一走 嘩,不行,但後面沒有東西打 算了,照打 嘩,死了 嘩,神經病 下巴什麼時候有鐵甲暴龍呢 沒聽過 擅自使用其他重 鬼滅 這個泡泡雖然不是很高 斜貴,但也能打到 糟了,打不打得贏 應該都可以的,有加攻 嘩,要踢四下 真的要用兩次 停 嘩,有一隻鐵甲暴龍打死了 哼 他會不會有點麻煩呢 這個位置 嘩,這樣不是 我帶奇異草是打 我帶奇異草是贏到他 因為原本他是火衝 魚雷 誰知道他最後竟然弄一隻鐵甲暴龍出來 立即殺了一個措手不及 這樣就不帶 不帶車龜了 那就帶這隻,這隻,再加這隻 他鐵甲暴龍竟然可以屈死我三隻 真的難以置信 神裝石火 哦,剛才不是他比較快 是我剛才一開始忘記了 她一開始有招技MISS 還以為他比我快 之後再用什麼 實際就用火焰漩渦嗎 好,綠英繽紛 一下廟,這樣的鐵甲暴龍 鴨咀火龍 噴火龍,這就是經典的對決 這個就是小姐當時的噴火龍 防空龍已經進化了噴火龍 然後這裡就是這個對決 火系的對決,是這個熔岩牆 在火山裡面打的一個對戰 當時也挺經典的 因為兩隻蟲都超強的 噴火龍和鴨咀火龍都超強的 在動畫裡面 真的打到差不多 好,成功打完了 聽說火山要活躍 往高處走岸下開關 他可以將多餘的熔岩 我可以到時候繼續戰鬥 蛤? 怎樣去高處 我這裡 這麼多訓練家在這裡 我一玩 這個是挑戰的一部分 好,我踩了個按鈕 現在應該就正常回 看看下班有什麼 說 是會再打嗎? 回到戰鬥,真的要再打嗎? 我一打一 那你一定是鴨咀火龍 一是鴨咀火龍,一是鳳神團 試打一隻 都是鴨咀火龍 OK 真正的對決是不是 40呢 後輪投師一樣 應該都贏到的 就贏吧 輕鬆 都是用這個噴火龍打 跟回劇情一樣 完 好像這裡就是用了投擇地球的那一幕 這個位置 太好了 拿著 深紅徽章 好 招式機給你 噴射火炎 OK,常青市有個強大的導管管主 這個就是之後會打的 但是呢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是不是要回去打了娜茲那個陣戰 好像是 這個嘛 是不是這個 但是他不是 會有進入大樓的權限 寫張目前不載 其實 那真的沒有這個劇情 好 挑戰最後一個導管 最後一個導管 在哪裡 飛艇服務? 是什麼 去哪裡 目前不提供服務 相信這個應該是飛去其他地方 我覺得 那導管呢 導管呢 導管管主回來了 啊 竟然是火箭兵團那幫人 小貓我想擊敗他們 但是他們的精靈實力太強了 超夢夢 竟然上映超夢夢的劇情 50個超夢 應該是輸的 大機率輸 大機率輸 力量護腕 OK 防守護腕 好像沒用的 這支好像 自我再生 沒事的 嘩 一下秒了 哼 50呢? 可能要他練一練才行 沒有一下能頂到 神經病 超夢精神強烈怎麼頂 奇異花也是怕他 除非他一開始不用超人靈技 那我們有機會贏 咦?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OK啊 給我一次機會 對面 好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 螺螢蜜蜜 摸一摸對面血可以 這裡 這裡 其實可以回血 可以回噴火龍 咦?還沒回 還沒起來 既然這樣我不客氣了 用藥 回噴火龍 好 神神強點死了 噴火龍只要頂一下 就可以了 應該頂一下就沒問題 這裡 應該夠傷 力量會換 OK沒問題 你還痛嗎? 贏吧 OK贏了 對面很好人 超夢 給了個機會我們贏 打算輸眼 我將這場戰鬥留給你們三個 相信你們可以處理得好 再拿一些我的職靈 好了各位老大 給我一個重要的工作 我們不可以搞壞了 嘩 最後導管子好像是交給他們幾個去打 嘩 嘩 巨鉗蟹 死了 轉一轉 嘩 這裡如果有奇異花 應該可以 但我們沒有 就要等他 重新回 好 好 奇異花 好像血那麼少 34 不過我也是 等他那麼低 撐住 剛剛好 嘩 既然打不死 嘩 要交給噴火龍 噴火龍應該可以快 嘩 瘦重 怪力 咦 嚇住他 OK 咦 竟然 難道有機會殺他 這隻 睡多一彎 他就完 哎 醒了 好 好 等噴火龍一打死 準備 先用空氣 其實這裡應該用翅膀攻擊 穩陣一點 因為100%民眾 確定對面一定會死的情況下 這隻也是 翅膀攻擊死的 嘩 我多怕他不死 這麼有效果 如果這裡不死的話 哎 沒有了 指甲暴龍又是 好 好 好 今集就是這個 挑戰道館失敗的玩意下 結束這一集 等下集回來再挑戰這個 版木老大的道館 各位 拜拜